賣網拍就是想要賺錢 不過接下來 如果您之前有買黃金 現在肯定賺很多了 因為黃金價格率創新高 不過事實上不只現代人愛黃金 早在一千多年的寮帝國 黃金同時還是地位的象徵 在故宮的黃金望族展覽之中 就吸引了非常多的銀行VIP客戶 特別來朝聖 瞧瞧千年之前的黃金到底多珍貴 招待VIP客戶除了有聽覺上的享受 當然更要有視覺上的體驗 請來三百多位金控的VIP 最近黃金的價格直指掌 更要讓大家沾沾喜氣 來瞧瞧故宮的黃金望族 黃金的東西是比較 它的性質比較穩定 不會氧化 所以雖然經過千年的淬煉 看起來還是這麼閃閃花光 所以我們也是認為說 有機會讓我們的理財貴賓 能夠來欣賞這樣的一個展覽 也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看千古之前的黃金文化 也要跟得上現在黃金價格的飛漲 除了最夯的黃金存折 黃金鋪滿還有金鑽條塊之外 現在加碼用美元也能賣黃金 如果說有賣掉也是直接進入你的美金的賬戶 那這樣的話讓客戶可以 等於說減少一些匯兌畫面的一些匯用 黃生成的黃金不僅是財富的象徵 就連在馬背上討生活的契單 黃金還是工藝技術的展現 從黃金來看時代的變稱 只能說從古到今 黃金還真的是人類的賊愛 中天新聞台北綜合報導